最令人心恒游戏 TOP 1 0 人柱又称为火源奠基 以极为残忍的方式向上天奉献生命 向神明祈求保佑现世人们的平安 这种客室凭空灭造的遗性 却叫人不得不相信 一堆又一堆的恐怖仪式 都市传说 加上制作团队的真实经历 真正是游戏零的开端 出作零Zero 以神指将祭品五马分尸的神猎仪式 为这个恐怖系列垫下基础 他的续作零红蝶 则以双胞胎互相残杀的红字迹为主题 更被玩家选为当代最恐怖的游戏作品之一 还有此魂仪式 荣月神我 幽婚仪式的改编 来叙述这些现实生活中的活人字典 游戏中引用了这首从斯丁时代 流传至今的日本童谣《龙中鸟》 是孩子们在游戏时唱的歌谣 玩法是这样的 由一个小孩做鬼 蹲在一群孩子的中间 蒙着眼睛 其他小孩这围圈唱完整首民谣 最后便猜出谁躲在后面 但这一首前后不通顺的民谣 背后人以各种方式解读 有传这一首《龙中鸟》是个降临的其中一个疑似 当围圈唱的时候 如果圆的中间没有人的话 就会叫出你 又或者是要以川中间的孩子为民间 来降与圣 又有传歌谣是一名流产的母亲 为了泄愤的工作 歌谣的首剧是《卡古梅》 之为孕妇 《龙中鸟》代表的就是腹中的胎儿 当想着 什么时候要出生的时候 可与龟都跌倒了 原来背后有人推了他们一把 两个人到底是谁 在日本的青森院中 有那么的一个村葬 入口处有个腹牛的鸟居 下面有着像是头骨的石头 在道路上写着 从这里进入到里面的人 无法保证性命安全 到里面只剩下变成废墟的住宅 这个便是被消失的参泽船 船舟中有一名男子在船里突然发狂 我船里的船都杀光 最后自杀 而且往调查的相关人士 相继消失 最后当局为抹去他的存在 便在地图上消去门子 从此以后 并再也不能依靠地图 寻找这个失落的村招 也成为了灵系列的灵感之一 当玩家在游戏中闲置超过五分钟后 游戏画面便会出现 血手印 女鬼等等的灵异现象 但这是彩蛋 不是制作人凭空裂造 而是滴滴确确发生的 沉温在当时制作游戏的时候 团队曾传都目睹 不明的男性脸庞 出现在汇报的荧幕上 发生灯泡被硬声打碎的现象 在录音时出现从没听过的音声 声音 抽屉中突然出现一把头发 天花板突然出现 双腿等等的灵异现象 是因为团队触发了灵异的境界 才是指这些心灵的灵异 担心好团队并没有因此退缩 反而将这些恐怖化成经典 置入游戏之中 成就了最灵异新的游戏 Lily